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为了这个大麻日 等于是4月19号的时候 移民局发了一个等于是像备忘录一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就指出来了 我认为这等于是一个提醒一样的 就是提醒大家 就算是在很多州 大麻的使用已经合法化了 就是说已经去犯罪化了 但是在联邦法律里面 尤其是这个移民法律里面 依然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因为在联邦法律里面的话 使用一些个比如像这种大麻的这种drug 依然是禁止的 那么在这个移民法律里面呢 其实是在多处都是会有一些个一些惩罚的 就对于使用这个drug 使用这个叫禁用药品吧 对 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呢 也就是4月19号的这移民局的这个备忘录呢 它实际上是特殊的 特别的提到了这个使用这个大麻呢 它算是等于是 就是在入籍的时候会在入籍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那么入籍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判断呢 你是不是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 这个英文就是good moral character 那这个good moral character呢 它其实呢 它是有一个清单 但是除了这个清单以外呢 它还有一些个安逆法来定义到底是不是道德良好 那么其中的话呢 就包括了这个比如说使用毒品 使用这个大麻 使用大麻呢 依然是这个就是算是在道德 是不是道德良好的这个里面呢 没有在这个属于禁止的一个清单啊 所以呢 它呢 就会导致就会导致无法入籍 嗯 就是说 如果说在美国接触过大麻 吸食过大麻 或者从事过大麻产业这样的人 如果说它就算是有绿卡 那实际上大麻在合法化的州的话 这个有绿卡的人是可以从事大麻相关的工作呢 那就算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入籍申请的时候 美国移民局有可能会拒绝你是这意思吗 对 是的 对 因为是这样的 它其实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法律冲突呢 是一个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的冲突 它本身实际上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冲突以后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你就是在州法律的情况下 哎 说这是在加州 或者是在华盛顿州 这两个州还有一些个州 包括在这个华盛顿特区 对 都是可以了 就是都是可以了 都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尤其是就是医用啊 或者是属于那种娱乐性的这种使用是合法的 但是呢 因为联邦法律依然认为使用大麻是违法的 所以呢 移民法律呢 也是联邦法律 所以在移民法律的这个情况下呢 就会相应的就会有一些个惩罚措施 嗯 那么曹律师对于即将入籍的这些朋友来说 你有哪些建议呢 对 它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呢 在这个入籍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专门有一个有一个体检的一个文件 就你在境内你要交一个体检的文件 就入籍的时候 这个体检的文件的话呢 里边呢 专门有这个医生对你方方面面的进行这个检查 这个体检的文件的目的是 其实是看你有没有这个传染性的疾病 有了这个传染性的疾病的话呢 它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清单的 列出了很多种 是不可以入籍的 对 那这是一 二呢 如果在进行在你入籍的时候 如果这个移民官在你体检报告里看到了 这个你是比如说使用大麻的 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大麻了 还不仅仅包括大麻 还包括一些其他的 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毒品 那么不光是大麻 还有就是说呢 你不光有的是使用 有的是甚至上瘾 如果在这个报告里 这个医生在给你进行调查的时候 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移民官也不能马上的去说 哎 说你现在这个禁止入籍 而是会马上的把这个信息呢 会报告给自己的这个 等于上一级的这个移民官 那么由上一级移民官来确认 这个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已经叫嘛 到了道德败坏的这个程度 然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会 或者想进一步调查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文件 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信息 所以呢 那当然了 如果是这个想入籍的朋友的话呢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那就要了解这个州法律 和联邦法律的这个这个法律冲突的问题 那么你就要把你自己情况 去仔细的考虑一下 跟医生啊 讨论一下 嗯 说到这个大麻 您觉得啊 就是说 呃 现在接触过大麻 或者是从事过大麻产业的人 就不允许你入籍 那这个大麻产业的冲击应该是蛮大的 对吗 嗯 我想就是说的 从大麻产业来讲 对 这个呢 从原来大麻使用大麻是非法的 到使用大麻是合法的 就是当然它这个使用也是有一定量的哈 对 那这个其实呢 这个过程呢 我相信是 就是等于是促进了大麻产业的这个 大麻产业的这个这个发展 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呢 就是州法律跟这个联邦法律规定的这个冲突呢 它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呢 作为大麻产业的这些个经营者呢 应该是知道这个大概比如说市场这个需求量的 我想不应该对它产生什么特别大的冲突 作为移民局来讲呢 这个备忘录我看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大麻日之前 20日大麻日之前 19号发了这么一个备忘录 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说呢 这个有这么一个法律冲突 而且呢 其实不仅仅是在入籍的问题上 包括拿绿卡的这个问题上 都是会有影响的哈 只不过 只不过因为现在我估计境内使用大麻的人 那么实际上是绿卡的人 就是说的 除了当然美国公民以外啊 那绿卡的人可能比较多 所以呢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这么一个提醒吧 实际上在4月份有一个日子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 在4月20号就是国际大麻日 那么当时呢 这个众多的大麻吸食者 也是庆祝了这一专属的节日 像华盛顿州的巡逻队呢 就为此专门展开了重点的巡逻 密切的关注司机独驾的情况 那么结果超过30名司机 因为涉嫌独驾被捕 是不是很多朋友还是没有意识到 平时在生活当中没有 就是这个大麻带来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实际很多 对吧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实际上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又是涉及到了交通的法规了 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 你是不能喝酒的 那喝酒在正常情况下 是绝对是合法的 对吧 你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喝酒 对 开车的时候是不合法的 对 开车的时候呢 它也是有一定量的 它是规定了多少多少量 在那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不合法的了 对 那所以呢 这个吸毒 就是这个使用大麻的话呢 因为确实会给人造成一些个 就像这个过来喝酒以后的 可能影响人的判断力呀 会进入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 开车呢就会特别快 或者会特别慢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给交通呢 带来一些个这个 就违法的 就会增加一些违法的现象 甚至造成这个车祸呀 或者人亡的 这个人身的伤亡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等于是 就等于是在20号那天 你比如说 华盛顿州的这个警察 那么特意在那一天 去来去 出类执法 那其实就是也是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所以呢 就是的 吸食大麻 无论是在华盛顿州 还是在加州 或者是任何那些个 允许大麻使用的这个州呢 是合法的情况下 但是你开车 吸了大麻以后 开车 是非法的 这个又是一个 需要注意的这种情况哈 这个所以呢 大家就是如果是 对于使用大麻的人的话呢 要注意这一点 嗯 那么在美国呢 是不是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州 都是大麻合法化的 那比如说这个大麻的吸食者 他从一个合法化的州 跨到一个 不合法化的州的时候 这个中间 会产生一些问题吗 对 这又是州的法律的 冲突的问题 那当然了 现在是有一些州 实际上是有合法化了 那么你从 这个 比如说包括这个 俄勒冈啊 咱们这个 就是这边的 这边西边的 有一些州哈 包括南边有些州 这个大麻这个合法化了 那么你现在往中部去 有一些大麻 还没有合法化的州 如果你到那里去 那你当然你 你去了那个州 那个州对你有这个 叫属地拐牙权 那你就有可能 犯了当地的这个法律 你就有可能会 可能会出问题啊 那实际上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问题啊 比如在大麻合法化的州呢 这个大麻就尽情享用 在大麻不合法化的州呢 他也很难管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并没有说 呃 从这个州跨到那个州 他有这个警察领检呢 或者怎么样呢 就并没有非常严格的 这种审查 那也就是说 你从一个合法化的州 带大麻去一个不合法化的州 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的情况 就是双方都很尴尬 对 那就是说呢 就是听众朋友呢 等于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哈 对有喜欢使用大麻的人的话呢 那就要注意这个了 就是说你从尤其是从合法州 到这个非法的州的话呢 你无论是呃 这个携带还是使用 都会造成违法的这种现象 那么你一上说 你说你说很难发现 那也就是说你 比如说你到了另外一个州 到一个非法的州 你去使用的时候 如果被人发现了 那你就这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就被告到警察那里去 或者是呢 在携带过程之中 你比如你在旅行啊 无论是火车啊还是什么的 那被发现了 这有可能产生一个问题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州法律的这种 呃 这种就是不一样吧 冲突吧 呃 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个 呃 困惑哈 但是反过来的话呢 比如说在一个非法的州的一个 一个人 那么他想使用大麻 那也可能他就会 到这个合法的州来使用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也给他那些个非法的州的一些人 一定的这种空间 来这个实现自己的这个兴趣 实际上的话 这也说明就是美国有一个 呃 非常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呢 在大麻合法化的州 你可能在露天的场合 公共的场合 就能闻到一股大麻的味道 那么在这些不合法化的州呢 就算是你开车把它带过去 实际上你都是犯法的 没有可能被警察抓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 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律 完然后呢 他跟这个联邦总的法律呢 可能还不太统一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美国好像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就类似一个很多小国 或者是小邦组成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集体 但是这个集体呢 还不怎么愿意听这个班长管 可以这样说吗 你这个分析 你这个描述比较有意思啊 他实际上你看美国 他就叫United States 他实际上是这些州 一种联合United States 所以他既有州法律 又有联邦法律 那在很多方面 他对这个州法律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那当然了 就像咱们说的 他就会有一些个冲突的时候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大麻这个问题 这个在商标和专利法律里面呢 其实商标和专利法 也是有这个联邦法律和州法律 那么你比如说吧 像在这个专利这个这个发明这个问题上 这个如果是说 有时候州的法律呢 和那无论商标还是专利 州的法律呢 有时候规定不是特别细 所以呢他就会 哎就会就说大家就是 那个使用的时候 然后请参考 比如说是联邦法律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是在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州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些个州法律 和联邦法律的冲突 你比如说你当你去 在一个商标哈 使用比如说 使用大麻合法化的这个州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 推推建到了这个联邦法律 结果联邦法律那边是非法的 这就会造成了一些个 一些个问题对 实际说到这个大麻呢 又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大麻的这个 这个合法化的问题就是 很典型的一个州和联邦的 法律相冲突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是的 对就比如说你这个州是不合法的 州是合法的 但是联邦他是不允许的 那也就是说 这就牵扯到了一个警察的层面 也就是说你这个警察 如果说他是被州直接管辖的 那他是可以就是 在合法化的这些州 他就不管大麻的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你这个警察 要是被联邦管的 那而且呢 你又在这个大麻合法化的州 那实际上 他是应该管这个大麻的问题的 对不对 哦 你是说就是说的 比如说这个警察 如果是联邦调查局的警察 对 或者是州的警察 对 我觉得呢还是取决于 就是刚才您说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事情 还是取决在哪个层面上 他违法了 是就是说你比如说在移民法律里面 他就是违法的 在州法律里面 你在州法律里面 你开车也是 你稀 稀释大麻的情况下 开车也是违法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正常 你说在几个朋友 大家在一起 就说的 稀释下大麻 是为了大家在一起高兴哈 那又是合法的 所以呢还是取决于 你做这个事情 是在哪种层面上进行管辖 嗯 实际上这个大麻合法化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不断的被讨论 实际上尤其是去年 去年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讨论的最多 曹律师 你怎么来看这个大麻合法化的问题 对 那个华盛顿州这边呢 其实是确实是也是讨论过 尤其是这个大麻店 如果开到了这个 就是如果开到了这个 对学校周边的时候 那对于华人来讲 因为华人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这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就是冲突哈 那么我看就加州那边也在讨论啊 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大麻店 如果开到了哪个邻居里面去啊 对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 我觉得呢 首先哈就是说 就华人来讲呢 觉得大麻呢 确实还是毒品 而且呢 你比如说无论是酒啊 还是烟哈 它都有都有一定的年龄规定的 你比如说你要是买了一打酒 你到那个去 去付钱的时候 人家会看你ID的 对吧 那所以呢 这个大麻的使用这方面的话呢 如果正好开到了学习福建 然后这个小孩 就是这个 这个小孩子 比如是一个高中生和初中生 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下呢 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将来我可以 我可以去使用哈 所以呢 我觉得大麻的这个 可能有些规定还是 还是要 还是要细化一下 对 而且的话呢 现在这个大麻自打合法化之后啊 我就听说有很多大麻的产品 推出来了 比如说里面还有大麻的烟 还有大麻成分的酒 那这个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含有大麻成分的饮料 那也就是说 这个饮料一旦推出来之后 而且它上面并没有就是 就是特别大的标志说 这个是含大麻的 它有可能小字写在后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有很多人 他明明是没有接触过大麻的 他可能好奇 或者是说呢 就是朋友之间的恶作剧 或者是说呢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有可能就购买到这样的大麻制品 那实际上呢 他也在接触到了大麻 慢慢的也可能会有一些 毒品都有一点上瘾的 就是上瘾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对 都有这样的特点 他也就陷入到这个大麻当中了 而且的话呢 像这种大麻性的饮料 包括大麻性的这种食品 现在还有大麻的食品 就是不断的在往外推 我听说乱人机那边立马就成立公司 然后的话呢 就有人推生产这样的产品 那这样的食品 如果说被小孩拿到的话 实际比大麻店还可怕 因为大麻店的话 它毕竟是个店 你说那你开在学校周边 对不对 你起码它是个牌子 它是个大麻店 那你对大麻没兴趣的人 你不会进去 但是一旦这些饮料食品 就是这种防不胜防的东西 推出来之后 那你会发现 不经意间你就接触到大麻 你就吸食到的大麻 而且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让这些年轻人也接触到 因为大麻的特点 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追求刺激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大麻的合法化 并不一定像最开始想象中的那样说 你们我进大麻 大家也都是偷偷买 那我索性的公开管理 但你这个公开管理之后 实际上也衍生了很多后续的问题 对 我相信它会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就是说 在规定这个大麻非法化的时候呢 这个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呢 肯定是考虑到了它的很多的潜在的 这个副作用 那么在大麻这个合法化的进程之中呢 也是当然一部分州哈 那肯定也是有相应的人呢 认为呢 其实它是可以 可以进行管理和使用的 对 那这样的话呢 就刚才您说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潜在的这些问题 我还甚至还听说个大麻灯 你可能不知不觉的买了个大麻灯 什么叫大麻灯 你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我还偷一次听说 这个是我看一个专利的文章的时候 他们这个用大麻灯来申请一个专利 但总之呢 就类似于烟熏的那种吗 它是有燃烧的那种吗 对是 总之你用那大麻灯 你就可以很舒服很兴奋哈 对 但是我相信呢 在慢慢的使用过程中呢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那么它相应的这个规定呢 也会上来 只不过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的时候呢 如果有些人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上瘾了 尤其一些青少年哈 对 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能做的呢 也就是说呢 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包括自己啊 包括周围的朋友啊 也就是如果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的话呢 还是要提醒 就是尽量不用 然后慎用 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话呢 还是像他们吸烟喝酒一样的 就是禁止他们去使用 就自己家里这种未成年人 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来讲呢 也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然后慢慢的发现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我想呢 从这个制定法律的 无论是城市还是州的层面 还是联邦层面呢 都会有进一步的措施 实际上你说到这个大麻产品 我又想到了这个转基因的产品 实际上很多人呢 就从中国来到美国之后 他很多人不了解 他就觉得说美国的食品都比较好 比较有机 这么好那么好 但实际上呢 美国的食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那比如说 你在中国呢 你吃到转基因的食品 你可能会骂 你说你这个转基因的东西给我们吃 就很过分 就骂 那你现在呢 来到美国之后 实际上美国的食品当中 也有很多都是转基因的 只不过的它的标识很小 当然了它一般都是有标识的 但只不过它的标识很小 或者有一些朋友呢 他这个语言可能能力不是很强 他也没有发现 他认为美国的食品都是OK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想到这个大麻 也有点异曲同工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大麻的产品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不管是食品也好 还是饮料也罢 对吧 它也许后面是有标识的 但是它标识的不够名著 就是并不是非常的显眼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经常会务实 就你接触到了 也许你已经吃到了大麻的产品 只是你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 而且的话呢 你这个还牵扯到了一个儿童的这一块 就是学生的这一块 青少年的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呢 他们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群体 比如同学之间 我给你块糖 那你拿到这块糖 你们不会想很多的嘛 但实际上这一块糖 完全只有有可能是一块 含有大麻成分的糖 你发现不了的 你不知不觉的就接触了大麻 不知不觉的就上瘾了 所以说这个大麻合法化了之后 它这个后续的监管一定要跟得上来 否则的话的话 它产生的问题 比原来可能还多 对 我相信大麻的合法化呢 是顺应了某些人的要求 否则的话呢 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 制定法律的人呢 也不会就是说 把他这个口子开了 对 但是呢 在就像你说的 无论是基产品还是转接 还是这个 就是这个叫有机产品在美国 包括刚才您说咱们讨论这个大麻化的这个各种产品啊 就是确实美国是一个选择很多的一个国家 选择很多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从我们个人来讲呢 还有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子女啊 就是说 要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 各对各种信息的这种了解 同时要增加我们的这种探断力 就是说的 因为转基因产品和有机产品都在那里的时候 你到底转基因产品 你用不用 或者是 或者是也可能有的人说转基因产品是好的 有的人说是不好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你自己的判断 所以作为市长来讲呢 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度比较大的一个地方的话呢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你了 大麻也一样 你自己用多少量 当然有一个合法的规定 那反过来呢 你用不用 包括你的小孩 这个他也 他也管不到你的小孩 对吧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把更多的这个自由权交给你的时候 那么我们自己的判断力 包括我们对于子女教育的这种 培养他们的判断力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好的 谢谢曹律师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本期节目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再会 对 对